许多华人在小学时期 都会被要求写暑假和寒假作业 有些人喜欢立刻写完 可以好好放心地玩 但也有不少人都要拖到最后一刻 才急忙赶工 最近大陆湖南一名少年 在寒假的最后一天 竟然恶种独国小的弟弟 拿着打火机考他的寒假作业 结果所有字迹全都消失 有内行人分享解决方法 根据微博农民频道报道 这起事件发生在上月30日 地点于湖南长沙 这天刚好是开学前一天 国小的弟弟辛苦地把寒假作业完成 没想到少年看到后 竟然给弟弟一个恶作剧 拿出打火机在他的作业上考 作业上都是蓝色原子笔笔记 但只要火苗略过之处 所有笔记立刻消失 回到作业安全没写的情况 各个恶作剧的过程 全都被拍了下来 事后影片在网络上曝光 引发众人热烈讨论 不少网友笑称 就对兄弟当究竟冤仇 是结得多深啊 这个哥哥真的很坏捏 还有网友表示 弟弟看到绝对会被气哭 但也有人打趣地说 把这个影片发给老师看就可以了 跟老师说自己真的有写作业 这就是证据 原子笔记被火烤后字迹消失 究竟要怎么回复 有内行人分享解答 放进冰箱就可以变回来了 但大家也不免好奇 这真的有效吗 据了解 大陆学生之间流行一种可擦比 一旦温度超过58度 油墨中的特殊试剂 会阻止声色材料和显色剂结合 导致字迹消失 但只要温度过低 显色剂就会或声色材料重新结合 字迹就会再次显现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